摔車要怎麼處理 不管山區或市區總有意外會發生 而當自己遇到事故的時候 該怎麼去處理呢 永遠記得高中的時候 準備騎腳踏車出門打工 結果在路口 被一個蛇形的機車騎士給撞飛了出去 那時候傻傻的全身不懂 痛得要死 然後騎車騎士則是二人先高中了 口氣相當兇狠的說 欸 你會騎腳踏車啊 然後呢 又小心臉的我就是當然被嚇到啦 就傻傻的讓騎士離開 更純的是我還騎到工作的地方 跟老闆說 欸 老闆我要請假 然後老闆傻眼的看著我說 呃 其實 其實你可以打電話來就好了 為什麼我會提起這段故事呢 因為其實非常多年輕人發生的事故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結果就自己知道了虧 現在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處理事故 以及哪些地方該注意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那就是報警 報警不僅是保障自己 也是保障別人 很多人因為怕麻煩而選擇報警 然後選擇私下和解 當離開事故現場 然後發現原來自己的車子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壞掉 或者是你覺得自己受傷 比原來想像中的還要嚴重很多的時候 那時候通常都已經為時已晚啦 所以報警是為了有紀錄 那為的是什麼呢 第一 是為了造勢責任的歸屬 只要有事故就有對跟錯 通常在台灣法律呢 有時候你被他撞 你是有責任的喔 就是最常出現就是什麼 應注意 未注意啦 而在當你有判定也有錯誤的時候 這時候賠償的部分就不一定是對方 或者是你權而去負擔 要是事故之後 誰對誰錯 吵得不清不楚的時候 這時候呢 其實只要有報警 在案發了30天後呢 都可以去申請事故責任的鑑定 讓警方去判對 誰對多 誰錯得多 而第二呢 現在呢 許多人的車子都有保險 不管殘險 或是自己的人壽保險 只要有保險呢 要求理賠等等 都是需要資料的 但在這前提呢 是一定要有警察所開的事故三連單 所以當你傻傻沒有報警之後 你還想要處理保險理賠等等的時候呢 都會無法成立 因為你沒有證據 所以以上幾點大家就會知道 當你遭遇事故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務必請要報警 再來第二步驟 為了釐清責任 請拿出你手機拍下當時的現場 可以錄影可以拍照 越詳細越好 因為很多人在車禍的當下呢 都會馬上把自己的車牽了起來 而破壞了現場 這時候假如你遇到一個不講理的人呢 你這時候沒有證據 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那第三呢 則是聯絡保險 很多人都有保險 可能但是自己卻不清楚保險是誰 這時候呢 聯絡保險是因為 保險人員經驗一定比你豐富 他可能可以指導你一些你可能會遺漏 或者是你會疏忽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確保自己能夠更有保障一點 像很多人的汽車都有保險 有時候遭遇事故 有的對方有保險的話呢 其實在賠償等方面 在確認罩折之後 都可以有效的處理 因為假如你對個人的話呢 可能有時候揮半天 然後他可能就裝死啊 然後要告到法院 這時間會拖得非常的長 當然自己也要自己積極的去聯絡啦 因為其實記得保險並不是餐飲服務業 他並沒有必要急著把錢賠給你 最後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比較想要瞭解一個部分的 那就是有關車禍賠償的部分 那其實車禍賠償的部分呢 在這邊跟大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假設我們先預設立場 你的照折呢 是百分之百 是對的 意思就是對方全賠的情況下呢 這時候 你的車全毀的話 會依照並不是你的新車架 其實這個車架的折舊部分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折舊的大概比例呢 就像我之前保險那一集呢 介紹保險那一集有介紹過 其實就是以新車架 然後一年份去每年去做折舊 所以為什麼新聞上常常出現很多 老車事故以後 然後賠了可能只有賠兩三萬五萬 可是可能這一台老車 它的價值其實要價不菲 那沒辦法 為什麼人家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法律呢 當然據說是因為為了保護 避免有些人會製造假車禍 而利用這些車禍去賺取 高額的賠償金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法律下來 其實就我的經驗告訴我 跟我聽到的很多事情 都是其實在遇到車禍 不管你人 先不管你人嚴重或不嚴重 在你車輛的賠償部分 其實通常很難會真的去賺到錢 雖然重車的部品都非常的貴 可是相對扣掉折舊以後 其實通常只要你不貼到錢 都已經是萬幸了 那假如你是新車的話 其實也未必好 因為畢竟當你遇到事故的時候 你就算修好這台車 就算他賠了全部的金額 你還是事故車 那更別說假如萬一你人受傷的時候 到底划不划算 所以呢 講了這麼多 在遇遭遇事故上的處理 總是非常麻煩 而且划不來的 這次還是要呼籲大家 小心的駕駛 擁有證券以及良好的防衛性駕駛觀念 才是安全回家的路 好啦 這集康主機車就到這裡 假如你覺得這集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呢 麻煩按讚跟訂閱 當然假如你對於這些保險相關 或是一些事故處理上面呢 有什麼疑惑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當然你假如想要了解更多其他重車的問題的話 麻煩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啦 那這集康主機車就到這裡 讓我們下禮拜見 Bye Bye